同學好,我們來看這一題 養雞場為了預防雞肢得傳染病 須讓每隻雞至少攝取7單位的營養素A 及10單位的營養素B 以至有甲乙兩種藥劑可加在雞飾料中 甲藥劑每顆3元含有1單位的營養素A 及1單位的營養素B 移藥劑每顆4元含有1單位的營養素A 及2單位的營養素B 則此養雞場須讓每隻雞服用甲藥劑幾顆 乙藥劑幾顆才能符合需求 並使藥劑費用最少為多少元 好,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我們先將題目裡的條件列為下表 其中甲藥劑和乙藥劑 分別包含了營養素A各1單位 營養素B的部分呢 甲藥劑有1單位 乙藥劑有2單位 費用的部分 甲藥劑3元 乙藥劑4元 好,接著我們設每隻雞藥服用 甲藥劑X顆 乙藥劑Y顆 那X跟Y為非負整數 好,我們要求的就是X跟Y 我們按照提議 可得連利不等式 X大於等於0 Y大於等於0 X加Y大於等於7 X加Y大於等於7 至少 攝取7單位 至少,所以就是大於等於 營養素B的部分 要10單位 所以X加2Y要大於等於10 那以上4個連利不等式 我們把圖畫出來 X大於等於0 Y大於等於0 這兩個條件就是第一向線 X加Y大於等於7 一樣我們找出兩點連線 我們可以得到 70跟07這兩個點連線出來 大於的是往上 第四個 X加2Y 我們抓等於10 先假設等於10 我們可以得到 10 0這個坐標位置 跟05這個坐標位置 兩點連線 這個就是X加2Y等於10的方程式 那他也是大於 所以是往上 所以他的呢 這個 交集就是在灰色區塊 那我們的目標函數 就是要求這個費用 F over XY等於3X加4Y X是假藥劑 假藥劑每顆要3元 一藥劑要4元 所以3X加4Y就是總費用 我們把這個不等式的圖解 如圖所示 就是把它畫出來之後 去找頂點 7 07這個坐標 還有這個 43 43這個坐標怎麼來 X加Y等於7 跟X加2Y等於10 兩個結連力 我們用第24-第14 第24-第14 X就消掉了 2Y-Y 所以呢 剩下Y 10-7 等於3 所以Y等於3 Y等於3 帶回來 X等於4 就可以求得這個 43這個坐標位置 好 10-0這個也是 它交集的這個頂點 所以有三個頂點 可行解區域的頂點為 07 43 跟10 0 這三個坐標 分別把它帶到目標函數 F 等於3 x加4y 得到 F 07 近來等於28 F 43 得到24 F 10 0 近來等於30 其中呢 我們要抓 費用最少的 也就是最小的 就是這個 24 故每隻雞 不用假藥劑4顆 也要劑3顆 可使 藥劑費用最少為24 那這樣 這三個答案都可以算出來 這一題就解出來囉 好嗎